儿子,这么晚了,你怎么还没到家呀?不是说今天回来的吗? 回啥家?妈,我还有家吗?我老婆已经被你们给逼走了,我现在已经没有家了,她现在要和我离婚,这下你们开心了吧? 儿子,我啥时候逼她了,她要是做得好,我也不会去为难她,她是不是在你面前搬弄是非了? 我可是讲理的人,再说了我是你亲妈,我就是希望她把咱们这个家雇好,好好照顾公婆和自己的丈夫。 你们就不应该插手我们之间的事,我就觉得我老婆很好,你们就应该宽容一点,我一直希望你们和我老婆能和睦相处,可是你们做得太过分了,竟然趁我不在家打她,她现在可怀着孕呢,吃什么吐什么,整个人虚弱得很,你们太狠心了,你们怎么下得去的手,都是人生父母养的,我丈母娘知道了可多心疼啊。 这能怪我们吗?我不是看她整天闲着没事做,就让她帮忙洗几件衣服,她说用洗衣机洗就行了,我就说洗衣机洗废水废垫,就让她用手洗,她倒好,一万个不乐意,我就说了几句,她居然还敢跟我顶嘴,反了天了,你爸看见了,直接打了两耳光,让她清醒清醒,再说了,又没打她肚子,多大点事啊,你大惊小怪干嘛,还敢跟长辈顶嘴,就是欠收拾。 你这是几件衣服吗?要不是我今天出差这回来,高兴地打电话给她,问她想要带什么东西,我都不知道她的委屈,你和爸的一堆衣服啊,还把我姐的衣服带来给她洗,你们太过分了,她是我老婆,不是我家的保姆。 你姐平时要上班,她婆婆抠得很,洗衣机不让她用,一定要让她手洗,既然你老婆在家没事干,那帮你大姐把衣服洗了不是举手之劳吗? 你怎么这么不要脸呢?你心疼女儿,你咋不知道给她洗啊?真不知道你怎么想,婆婆让儿媳妇给大姑子洗衣服啊,真是闻所未闻,她现在闲着,不是因为她现在怀孕不舒服吗?所以才在家的养着的,你们倒好,居然动手打她,做人要将心比心啊。 当年你怀孕的时候,要是爷爷奶奶让你干活,还不分清红皱白打你,我估计家早就被你给拆了,我忍你们够久了,前段时间还诬赖我老婆孩子不是我的,有你们这样说,而媳妇的嘛,真是越老越糊涂,啥话都说得出口啊,你们就看我老婆姓子软,所以什么脏水都往她身上泼,你们如此肆无忌惮,不就是觉得她是远嫁过来的吗? 欺负她娘家远,远水解不了净可,没人撑腰,这次居然趁我出差欺负她。妈,你的心是石头做的吗?她嫁这么远容易吗?你不心疼吗?要是我姐远嫁,婆家如此对她,你会心疼吗? 儿子,我现在不想听你这些废话,你赶紧回来吧,妈,不会害你的,你相信我。 还回啥回啊?我现在已经坐高铁去找我老婆了,我离不开她,既然你们做错了事,那我得把她找回来。 儿子,你疯了吧,这个狠心的女人,有啥好找的,不就打了她几下吗?她就直接回娘家了,连咱们这个家都不要了,还说要把孩子给打了,你说你还去找她干嘛?想离婚,就让她离吧。 这话你咋好意思说的,还怪她狠心,你怎么不想想你们的所作所为,有多么令人心寒啊?放心吧,孩子还好好的呢,可是我就不见得好了,我这趟去,她还不一定能原谅我呢,她只是说要跟我离婚,但我怎么可能跟她离婚呢? 是我伤了她的心,我一定要挽回我老婆,我想好了,以前是她迁就我们这个家,以后我就迁就她,她在哪儿,我就在哪儿。 儿子,你想干嘛,难道要为了这个没良心的女人,抛弃爸妈吗?我们才是你的家人? 难道我老婆不是我的家人吗?你们为什么不能看在我的面上,对她好点呢?为什么总是挑剔她? 当初我结婚后,你非要让我把工资卡给你保管,说怕我老婆大手大脚,不知道存钱,我觉得没必要给你,我们自己的钱总会管好的,可你大吵大闹,一定要管我的钱,最后没办法,我只能把工资一分为二一半给你,一半给我老婆,可是你呢,你把我的钱管到哪去了?去年,我姐不小心说漏了嘴,说你给她买了车,你真是我的好母亲啊。 这钱是我借给你姐的,你放心,她会还的,还不是,她结婚的时候,妈没能力给她准备像样的嫁妆,所以她婆家一直看不起她。 那你为什么老是挑来挑去,总是教唆我,让我赶紧离婚呢? 你媳妇是个败家的女人,你再跟她过下去,不会有好日子的,你看家里的快递,别人一年都没我家一天多吧? 妈,你何必得的便宜还卖乖呢?你拿着我的一半工资却一毛不拔,你有给家里添置东西吗?家里的一切都是我老婆精打细算在维持的,网上东西便宜啊,不会过日子的是你。 你该庆幸,我管了你一半的钱,我就知道这个外地女人迟早会跑的,靠不住。 人心都是肉掌的,要是你对她好,她会跑吗?你是不是要自己好好反思反思啊? 我看她天天捧着个手机,我就烦,有时候还自言自语,莫名其妙地笑,我猜她就是在跟男人聊。 你一天到晚为什么把人往坏处想?我老婆做的是客服,她现在身体不舒服,但为了多赚点钱,每天一有空就接单,你盯着她干嘛?她的辛苦你怎么没看见? 我说她败家真不是冤枉她的,你看她把你的工资花的一分都不剩,哪有花钱这么厉害的,我看她就是拿钱贴娘家去了。 现在钱不经用,家里开销都是我们出的,我那一半的钱顶什么用?我们还要还房贷车贷呢,哪还有余钱?我老婆现在怀着孩子,连买点营养品都不舍,你倒是拿点钱出来给我丈母娘啊。 我就看不上她,她真是高攀了你,她配不上你啊。 儿子,你要长相有长相,要文凭有文凭,何必去迁就她吗? 你这话啥意思,难道停停差吗?她也是重点大学毕业的,当初还是我追的她,可是这些年我让她受尽了委屈,为了我委屈求全了多少年,我真是混蛋,辜负了她。 儿子,你不要妈妈吗?你为她说尽了好话,真是娶了媳妇忘了娘。 你是我妈,我们打断骨头连着筋,可我老婆不是,我们之间的联系全靠感情和情分,一旦磨磨了,我也就要失去她了,我得找我老婆去,我需要她,我爱她,我爸这次动手只是把我越推越远。 儿子,你不能怪我们,都怪她不听话,你爸才想小小的教训她一下。 我老婆在你们手中,吃的亏还少吗?如今趁我不再越发过分,你们为老不尊,竟然欺负一个怀孕的儿媳妇。 谁让她不尊重长辈,还不孝顺,自找的,还说要去把孩子打掉,日子不过了。 那你们就可以借着我的名头,拿着一份假的离婚协议,逼着她签字吗?你们可真是我的好爸妈。 这媳妇,我觉得不要的好,你既然狠不下心,我们来给你做决定,爸妈,还不是为了你好,你现在都不知道我们的良苦用心呢,你难道为了那个败家女人,连爸妈都不要了吗?我是白养了你吗? 为什么你要逼我? 儿子,你听话,这女人不要了,我的儿子如此优秀,值得更好的女人,等你离婚了,爸妈再给你找个年轻漂亮,善良懂事,还孝顺的好姑娘。 别跟我说这些没用的,我只要我老婆,其他女人再好我也不喜欢,我一定要把我老婆找回来,我不会离婚的,这些年要不是她在我身边,我的日子还不值得。 不知道怎样,我真不知道,没有她,我该怎么过,我们七年的感情,三年的婚姻了,我离不开她。 那我们还是你父母呢,你怎么忍心就这样走了,你不管我们了吗?我们养了你二十几年,亲情你都不顾了吗?我们没错,我的初衷就只是想让她懂点事,少花钱,多干活,照顾好你。 妈,你对她要求这么高,可是你儿子又给了她什么呀,也没什么好日子,反而让她操心,甚至还要省吃俭用,夫妻应该要相互扶持的,单方面的付出,迟早会让我失去她。 做人不能太自私,我们是一家人,她不是我家的保姆,家务要干,还得伺候我们,我作为丈夫,应该要多关心她,照顾她。 你为什么这么刻薄呢?你光说我干嘛?以前我们吵架的时候,你不也没帮着她吗?你还不是一句话都不说? 是啊,都是我的错,是我惯的,你们害我老婆受苦,我当时就觉得插手了你们之间的事,会让事情变得更糟,所以我才置之不理的。 当初我们就该分开住,偶尔来个一趟,吃顿饭,大家和和气气的。 我们就你一个儿子,当然得跟着你住,你得给我们养老啊。 你真说的出口。 儿子,你赶紧回来吧,她娘家那么远,两千多公里呢,你就放心爸妈两个人在家没得照应吗? 你有事找大姐吧,我看你们身体好得很,打着媳妇的时候不是挺有利己的吗? 你没完没了了是吧,一直提这个事。 对,你们打我老婆我心疼,说了这么多,看你好无悔意,这个家我是不会再回来了,你们就当没生我这个儿子吧。 我真是白养你了,你也太没良心了吧,我做这一切可是为你好。 为我好,你有经过我同意吗? 行了,我认输好吧,那你赶紧把她接回来吧,这个家你不能不管了,以后只要她不找我,我不会再去说她了。 你想啥呢,她还不一定原谅我,愿意跟我回来呢,你想得太好了,你们那两巴掌可是打碎了她的心啊,她联系我的时候哭得我心都碎了,我想过了。 即使她不愿意跟我回来,那我就跟着她过吧,大不了就当我做了上门女婿。 你这个没出息的兔崽子,赶紧给我滚回来。 行了,那你们就当我没出息吧,你们不是还有个女儿吗?你既然能给她买车,她给你们养老也应该的。 如果我老婆心软,愿意原谅我,跟我回来,我们也不能住在一起了。 你和爸还是住老家吧,我不想再出现那种情况,毕竟我工作总要出差,有她跟你们在一起,我不放心。 嫁出去的女儿,泼出去的水,你姐怎么能给我们养老呢?她还有公婆要养呢?你可不能不管我们呢? 我就不信,我们养你二十几年,还比不上一个十年的老婆。 那不一样,她是我老婆,以后是和我共度余生之人,以后陪伴我最长的就是我老婆。 你们是我父母该尽的义务,我不会推脱的,你们给了我生命,我不会不管你们的,有时就联系我。 至少现在我不用担心,你和我爸,你们身体素质好,我不在你们身边,问题也不大,你放心,我老婆心软,你们真有事,也会来照顾你们的。 对了,那张工资卡也没用了,我已经联系公司,以后打另外的卡里,这钱我是要交给我老婆的。 妈,以后有时间我们也会回来看你们的,我上班的公司,在我老婆家这边有份公司,我申请调令了,这段时间我肯定要好好表现,即使我老婆原谅我了,我们也得多住一段日子,好好孝顺一下我岳父岳母。 你这个大逆不道的逆子,你是要气死我吗?你这样的儿子不要也罢,滚滚滚,你别回来了,我就当没生你这个儿子。 大家支持儿子的做法吗? 评论区来聊一聊。